阳光底下有很多阴影的地方 生活当中都是充满着各种琐碎的无聊的事情 凡是你进去很轻松的路 都会有其他的很轻松的进来的傻逼在难为你 妙小妖风大 痴浅王八多 其实就是一个日拖中心的保姆那种感觉 40年之后那个老先生就是你的明天 其实这样对小孩好吗 其实也不好 我感觉其实这边很多小孩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有出过一集我做幼教 怎样怎样不开心的一集节目 然后那集节目好像还蛮受大家喜欢的 所以我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新西兰的幼教行业 然后今天我有邀请到我的两位朋友 他们是跟我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做幼教 最后我们都转行做别的了 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在新西兰的幼教这个行业 他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说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 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能去做这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些的点 当然接下来这个视频里面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的观点 进攻参考 然后不代表所有的幼教老师都是这么看的 如果你觉得新西兰的幼教行业十分的美好 你十分的热爱那你就不要看这集视频了 未免对你的心理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有哪些 不为外人所知的这样一个阴暗的地方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我觉得幼教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价值 家长把小孩子放在幼儿园 他们的诉求就是我的孩子今天不要死掉就好了 然后可是幼儿园又会对老师诸多要求 就是说你想要让这个小孩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新西兰这边他所谓的学到什么东西 他也不会真的说让你去教什么 就是让你看着他不要他死了 我以前有写一篇那个lame story 然后我就说你在daycare怎么怎么 然后那个经理给我的评语就是 你不要写daycare你要写那个幼儿园的名字 你要把自己当成老师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baby sitter 可是问题就是对于家长而言 你就是一个baby sitter 你不是一个老师 没有人会把你当成一个老师的呀 就也很觉得很让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 读了那么多的书 然后拿到这个教师注册 然后对于那些家长而言 我只是和他们家里的保姆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对于daycare的老师都是这么看的 就包括我之前认识一些洋人朋友 我跟他们出去聚会 然后就人家会问是做什么的 然后说是老师 人家第一反应肯定是问你是教小学的还是教中学的 这里的老师真的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日拖中心的保姆那种感觉 不是说保姆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要做一个老师 并不是说做一个老师去帮人家换尿布 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想要教书育人 或者是去为小孩子创造一些价值 希望他们去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在幼儿园的这些生活 这是让我觉得我就是过来给人当保姆的 我们眼里的新西兰幼教行业大环境 我觉得在幼教干的这段时间 文在幼儿园里面就变得非常的斤斤计较 所有的文他们不是想着怎么提升自己 而是每天都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斗 大家封闭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每天都8小时在一起 大家在计较 比如说今天谁擦了桌子 明天谁多换一次尿布 某个文可能上的早班比较多 怎么说呢 就感觉你的生活当中都是充满着各种琐碎的无聊的事情 非常消耗人的心智 就是我干幼照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觉得挺痛苦的 当时其实我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后来看了一本书叫《黑客与画家》 我觉得充分地解释了 为什么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很快乐 作者他最开始 他是为了解释 为什么在中小学里的书呆子不快乐 但是我觉得在幼教里也非常的适用 他说如果你觉得人生倒透了 那不是因为体内激素分泌失调 你父母相信这种说法 也不是因为人生真的倒透了 你本人相信这种说法 那是因为你的常见人不再具有经济价值 与工业社会以前的时期相比 所以他把你扔在学校里 你关着这好几年 根本没有真正的事情可做 任何这种微情的组织都是可怕的生存环境 我当时看了觉得 这就是说的我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我很自作多情 我觉得小朋友来到我这里 一定是想从我这儿学到的那时候 没有人家没有 而且整个那个环境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铲除 你跟外部系统你以为有互动 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真正的 被recognize的互动 一旦有多余的精力 你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去产生真正的效益的话 那么就会用来内斗 如果我的精力刚好没有用在内斗里 那么我在内斗里面也会非常的失败 我要劝退一下那些觉得 跟小朋友在一起 可以简单快乐一辈子的人 就你不会因为你的工作内容简单 你就快乐一辈子的 你工作内容简单带来的不是快乐 而是妙小妖风大 痴浅王八度 小心我 我曾经也觉得我很喜欢小孩 然后我想过简单的生活 如果你选择了简单的工作内容 和简单的工作产品 那你必然就要面对变得更加复杂的工作关系 人际关系 虽然你们也没有在争什么 就不要相信说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听起来很单纯的工作 你就可以简单快乐过一生了 不会的你的同事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当然如果人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干的 因为跟小孩在一起上班还是很开心的 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些小孩子 但可是就是在这个新西兰这个幼教这个环境 大环境之下 你上班要面对的绝对不只是小孩 而且你有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来处理那种非常没有必要的文技关系 它会消耗你非常多的精力 然后让你整个文就变得非常的不像你自己 然后你会慢慢的很不开心 对的 我觉得就是人生的一段弯路 新西兰幼教工作的发展前景 它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干了几十年 之前我幼儿园也有老太太老先生 在这个行业干了几十年 最后还是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你就感觉如果一直干下去的话 你几十年之后就成为一个还是干幼教的老太太 当时Peter最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对这个幼教行业充满着一腔乐情 然后他说他想一直干 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劝他说让他离开这个行业 但是他一直不为所动 最终让Peter改变他的想法 让他下定决情的时候是我跟他说的一个比喻 因为当时大班的有一个老先生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Head teacher是一个94年的印度人 然后那印度人还整天伙同班上别的老师一起在背后 就是说那个老先生的坏话排挤他 反正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老师之间内部的矛盾 然后我就跟Peter讲如果你要干幼教的话 40年之后那个老先生就是你的明天 Peter想了一下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怕 新西兰幼教的主要工作形式 在新西兰干幼教吧 它是一个体力活很重的工作 我有很多干幼教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干一段时间下之后都有腰疼腿疼 就各种各样身体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我在新西兰做幼教的整个两年多里面 其实都还挺痛苦的 就有身体上的疲惫 想要做一点什么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无力感 对于新西兰幼教一些教育理念的不赞同 对于一些那种很小的小孩来说 他今天突然会爬了 你还说他今天学会爬了 可是那个小孩子不是正常 他就会长到那么大 他就是会要爬的呀 我们需要把这东西写在纸上 就好像是小孩学会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可笑 你们觉得吗 有的幼儿园很可笑 你不能跟小孩说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 你非得要告诉他 你要这样你要那样 可是他在做错的事情 你却不能跟他讲说 你这样是错的 这就很可笑我觉得 其实这样对小孩好吗 其实也不好 就是我感觉 其实这边很多小孩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做什么是行的 做什么是不行的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触犯了什么样的规则 老是忽然就不想 好像所有的规则都在暗处 就对小朋友来说 他可能一定要做到一个很过分的状态 才会有人告诉他 你不能这么做 其实这对小孩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新西兰诱教老师的权力与责任 在我们那儿 换尿布是一个非常抢手的工作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就是权力跟责任非常的不对等 如果这个幼儿园 今天哪个小朋友出了个什么事 在我们那儿是要签一个事故登记 要登记每个人都在做什么 如果刚巧你在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像换尿布 这样非常明确 非常道貌而然的理由 然后不管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不管那个小孩是在哪里撞到的头 都是你的责任 就是责任非常混乱的一个体系 你承担的其实是 这个小孩在这一天里面 所有的人身安全责任都是老师在承担 但是他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 希望想要来新西兰诱教的朋友们 一定要慎重考虑 当你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看到都是这个行业比较光鲜 比较好的一面 觉得每天跟小孩一起玩 然后跟小孩一起成长 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其实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阳光底下有很多阴影的地方 而这里面那些是无穷的一个黑洞 在吸你整个人的能量 因为对于本地人来说 他们当幼儿园老师的门槛非常的低 我之前就有同事就有两个 他们就高中毕业 都没有念大学 然后他们就直接来到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受了正经的教育 念了很多年的书 然后一腔乐学 同身于这个行业 但其实你在工作中会面对到非常多的那种非常无脑的同事 然后你要跟这样的人相处 当然也有很优秀的老师 但是整体你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 你做的事情不可测量 因为它不可测量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并不想做什么事情的人 凡是你进去很轻松的路 都会有其他的很轻松的进来的傻逼在难为你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 然后你是真的问爱这个行业的 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你还是有很多别的行业可以往你付出青春 有更多追求更好发展的行业 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有要入这个行业的话 你要很理论一下 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 今天我们聊的关于幼教的那些阴暗面 就先聊到这里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面帮我留言 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